咱们帮我顶顶红席 谢谢阿梦 王沈好 王沈好 谢谢你们顶顶呀 昨天晚上王菲也是卖你穿的那件衣服 我穿的这件衣服吗 王菲给阿梅表白了 那就恭喜了呀 他们能在一起就 我很开心很很开心 只有自己的姐妹能幸福了 我也很开心呀对不对家们 你们也是不是像这样子吗 对自己的姐妹幸福了 谁不开心谁不开心吗 谢谢你们感谢家人们 谢谢 阿梦认识安姐 安姐 安姐我认识 但是不是我的 你那个同意了你父母能想起那个吗 嗯 只是父母叫我去 就是父母 就是意思就是要回去结婚的这个意思嘛 要想起那种嘛 要想起那种嘛 只是没有啊 还没有 没有一个想起那种 只是现在年纪 现在年纪大了嘛 该结婚就准了 我是98年的 就是父母 就是父母 父母的意思就是要早点结婚 早点成家嘛 但是我不想早点结婚 但是我不想早点结婚 我感觉我眼睛都是不是肿了 我真的不想再去结婚 我只想自己劈努力 自己赚钱 自己活着也挺好的 万非的祝你喜欢你吗 人家是喜欢 人家是喜欢小小吧 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人家喜欢的是小小 谁有什么朋友 喜欢我的 你认识阿姐吗 我认识 家吗 我认识 人家阿姐有那么本事 有那么好 人家哺哺 喜欢我这样的人嘛 你看小小那么有钱 是不是 小小那么有钱 你以前 你以前不是几个红了吗 我结不婚了 但是父母现在又让我去找个结婚呀 人要小小那么有钱 那么有本事那么聪明 谁不会喜欢那样的人吗 是不是 像我们这样的人 谁会喜欢我们这样的人 是不是 这样的 绝对不可能喜欢我们这样的人的 阿姐也不喜欢离婚过的女人 对呀 我就说嘛 其实我跟我父母说的是 就是找个自己喜欢的人 我是这样 但是父母的意思就是不能这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小小不喜欢阿姐 如果小小喜欢阿姐的话 也就算是一件是很好的人呢 这是你们 你们给我介绍一个吗 你以前的老姑叫什么 我以前的老姑叫 她也是玩网络的呀 她叫陈晓杜呀 她也是玩网络的 我们两个没有缘分就没在一起了 就是没有缘分 没有缘分就不在一起 没有缘分就不在一起 有缘分了 都会在一起 就是没有缘分 现在不想再去嫁人了 小冬有三个老婆了 她为什么不在一起 就是没有缘分呀 我们两个性格合不来 没有缘分就不在一起了呀 对不对 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嫁人 所以说所以说缘缘缘分就不在一起 但是人活着的话 人活着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父母再怎么说我 再怎么那种 我也不会去听我父母的话 要去找个饥荒 对 没有缘分就不在一起了吗 是不是 你老公是个好人 你说是我前夫吧 你说我前夫吧 不像雪儿 这就是他们家里面的事情 就是他们家里面的事情 我管不了 而且不是个好人 确实是个好人 那么头发扎起来好开一点 还是不扎好开一点 今天好开一点 还是刚刚那样好开一点 跟我说一下 哪样好开一点 你要小孩吗 我没有小孩 我没有小孩就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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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在一起了 我们是没有爸结婚就离婚了的 不在一起了 你很好 他现在的老婆太坏了 人不在一起的话 没必要 没必要在那种的 是不是 没必要那种 没必要说这些 怎么怎么样那种的 家们知道 所以说没必要那种 那个大女儿不是我的 我是 我前面是做后妈的 我前面是做后妈的 做了后妈 连阿美和晓晓 他们 他们在有事情呢 我不理他们的家人们 我想跟你们说说话就可以了 阿伯母阿美现在媳妇了 媳妇就好了呀 家们我其实问他 很高兴那种的 能找到自己的心爱的人 能找到自己的心爱的人 是真的有 真的很好的 我都羡慕阿美 能找到这样的 真的 很羡慕 他能幸福呀 能那种 我是为他很高兴的 知道吗 家们 你上班的地方 你阿美的公司多远 又很长时间吧 一两个小时吧 一个多 一个八小时 谢谢 没有缘分就不要伤害对方 也不要去说 假别人的坏话 我也没说过什么呢 那你跟小冬 重新 嫁给小冬吗 你们觉得可能性吗 我还会嫁给他吗 我还会嫁 还会跟我前夫和 复合是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吗 家们 不可能的 复合是不可能的 知道吗 绝对不可能复合了 我是现在不想去嫁人了 我累了 我做感觉是现在一个人这样调好的 但是我想找一个我自己心爱的人 就是找个他疼我爱我 我喜欢这样的 我不喜欢就是 朋友不喜欢 我不喜欢就是 相亲的就怎么怎么样 我不喜欢那样子 不喜欢相亲的 我喜欢 我喜欢找个自己心爱的人 但是家人们 其实有时候真的很累很累 有时候 要听父母的话也不行 不听父母的话也很对不起父母那种 会让我让我来讲的话 我真的已经累了 那种 你姐夫啊好吗 你说什么意思 会让我就是不想再去 我真的不想再去嫁人 我之前 但是我之前找个 我不喜欢那种 家人们你知道吗 我不喜欢那种相亲的 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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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些 我这里 你前夫有什么意思 你跟小杜是生气的吗 对 我们两个是生气的 你知道我们两个是 我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跟我前夫的话是 前面 就在我 我叔叔家里面 认识的 认识之后 认识了之后 他们 怎么说呢 认识之后 就 他们 他们介绍吗 介绍没多久之后 我们认识 才二十多天 然后他们就相亲 相亲 一个月之后就结婚了 就匆匆满满的 结婚那种的 找了男人 找什么男人 我就是匆匆满满的 结婚那种的 就是相亲 你们 这种不算是 不算是认识吧 我们连微信都没有前面 然后后面就 相亲 相亲之后 后面才加好微信 加好微信之后 一个月就结婚 也不了解呀 对呀 互相都不了解 互相没有什么 彼此了解 就直接那种呢 雪儿是麻病的 我们连微信也是麻病 对 是的 阿莫一路走来 其实有些时候 你们不了解我 有些时候 你们不了解我 你现在还了着 还有聊着 你前夫 你们两个 你前夫 就是个 聊着有什么意义呢 家儿们 有我的照片 有以前我结婚的照片 但是我没有他的 没有他的照片了 彼此就是不在一起了 没必要聊着这些 对方 这种是不是 确实我 我跟他离婚之后 一直没有找一个 一直没有找 其实我很想 有时候很想很想 跟你们聊心里话 很想很想 跟你们聊心里话 但是不知道 要怎么去聊 跟你们怎么去聊 结婚了 生了几个孩子 没有生孩子 就离婚了 我们是没有办结婚证的 你又赔钱 我没有赔什么多少的 小姑娘 你前夫是个好老公 就是没有缘分吗 没有缘分 没有在一起那种 就是我也还是 虚语能认识阿妹呀 能认识我好多好多人 其实我在这个网络上 也认识很 在网络上 也认识了很多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有些他们给我寄了 很多很多 看你的人批鼻 说 阿姨本人对你 对你有感 好感 没有吧 我这几天一直 反了反去 反了反去 都不知道自己 要做什么 能让我父母 不让我去相亲 不让我去嫁人 反了反去 我不知道怎么办 嫁阿姨你们给我提个建议啊 能给我提个建议吗 阿姨你们是一个村吗 对 所以阿姨说我们两个是一个村的 我们是 我们是玩得很好 就是玩得很好那种的 算是一个公寓吧 我们是 是吗 就是 我父亲没有 彼此那种 她困难时候我也能拔就拔 你结婚了不好找 还是 你们给我提个建议好不好 你们让我怎么去做 要提父母的话 先提还是自己要找自己喜欢的 我现在一定蒙蔽那住家吗 真的不一定蒙蔽 这是一次回忆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是不是 而且调节不是很好 他调节不好是吧 自己这样的他的朋友最幸福 我只要阿美幸福 阿美过得好 你要学阿美 只要阿美过得好 阿美幸福就行了 没必要就是 没必要就是 他能幸福就 我很开心那种 我很快乐 我说我家的阿安姐 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 我想啊 我总感觉自己的朋友很幸福了 很很快乐 黑肥说小都好 黑肥说小都好 就不要理 那么多次 找自己喜欢的人 嗯 嗯 这样嘛 我知道了 我懂了 我明白了 不要听黑肥的话 好 我只听 嗯 你读几年了 我想学一年就毕业的 如果我家里面我是老大 如果我家里面我是老大 然后我我需要我我家里面老大嘛 我其他还要他们要去读书 所以说我读了小学小学一年就毕业 他们都会读书 不可能